很不真实 我觉得跟拍电视剧一样 像那种悬疑片 就是经历了以后才知道这个事情这么迷幻 陈先生说这个迷幻的故事要从6月26号下午4点讲起 他们一家六口来到欧亚达家居杭州秋涛店 打算一块给婚房选沙发 大概一小时后 陈先生发现新买的华为手机不见了 打过去一直是通的 最初考率是吊在店里了 此前他们逛了三家店 但犯了所有店里的沙发都没有找到 我们去调了监控以后发现排除了其中一家 还可能剩下两家 然后那个时候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监控更进一步判断了 那时候就想到说是不是手机有定位这个功能 陈先生丢的手机是华为P40 Pro 4月18号买的 花了6488元 陈先生在家人的手机上登陆华为账号 通过手机定位 确认手机还在欧亚达家居里 位置刚好就是他怀疑的那两家店一带 一家店在二楼 另一家在三楼 其中一家店已经关门 技术人员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方式是可以让手机发出最大的风鸣声的 其实手机经营可以发出 二楼几乎已经全部关门了 然后我们就在摸黑找 然后就听到声音了 就往顾佳店里跑 但因为很黑嘛 它最后被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进去好了 所以你们会放在这边 那个大哥上的更上面 然后拿手机去探照 就我不相信说 你说捡到一个手机会往这个地方放 二楼这家顾佳家居的收银台后面有一个小储藏室 最终保安在这里找到了手机 这家店的谢顾问表示 手机是他捡到的 但绝对没有藏起来的意思 这是闹了乌龙 因为他捡到手机时 既没有把手机关机 也没有设置静音 同时他也没有看到手机亮屏 在这个位置 然后当时没有亮光的 是这样的 在这个地方我找过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看到了有一天 你怎么发现的 我是换鞋的时候蹲在这边 蹲在这边 然后在换鞋的时候 我看到那边有一点点亮光 我捡完之后 我当时是因为也着急回家 因为我没开网络 我手机当时没流量 然后我就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我想想 之前我们那个放的超自卡放这里面 有600还是800块钱 然后不见了 我想 我既然捡了你的手机 然后我还想靠第二天来感谢我 说实在的 我后来我就把它放到我自己个人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我们餐库 谢顾文表示 捡到手机的时间是6点多 商场统一关灯了 店里没有能锁的抽屉 出于安全考虑 他就把手机放在了吊顶上 就唯一一个做错的一点就是 当时没有马上 我手机没有流量 我一赶着回去 没有马上说 再通知我店长 没有马上说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手机没有网络 捡到手机是在争 你知道 是的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楼上那家顾家的小姐姐 在上面楼下楼上好像一块找了当天 是的 你知不知道 我当时我在这里处理东西我没过去 当时我知道是他掉的 我当时是掉的 因为我当时你也没有联系 那你为什么不联系那个三楼的小姐姐呢 我当时赶着回去 我都是想 赶着一切都一赶着回去为例 我看楼上那个三楼那个女孩那边 也关灯了 在我个人认为就是 只有我们三楼那边有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当时在处理别的事情的时候 我也确实是当时就是他说的1.6 马上当时我因为手机没网络 顾家的经理也觉得 我们员工是在帮你保管手机 我们觉得这个行为是合理的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吗 对吧 我的手机被藏在吊顶上 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嘛 事后陈先生也报警了 由于证据不足 无法确定是财务侵占 现场陈先生要求门店道歉 并赔偿物工损失 一名同事把谢顾问拉走 并表示公司会来对接 并回复陈先生 截止发稿 陈先生表示还没有收到相关回复 1818黄金也就这报道 当然这变成 Horn 请问邀 夏月